大家好,咱们继续学习内容框架 好,咱们看第十个支持点是插运构造计更新数据 咱们上一节课已经把这一个新增数据给干完了 然后咱们接下来看一下更新数据怎么来做的 好,更新数据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更新为指定内容 第二个是自证和自检 咱们是分通代码分别来解释这两种情况 好,咱们直接来看代码 在下面咱们再写一个函数 咱们再写一个函数 叫做public funk 叫query2 好 咱们也是先把这个路由给它写好 先把路由写好 然后呢测试一下 怕这个路由出错 对吧 好,来,咱们把这个路由接下来写一下路由 在路由里面咱们需要增加一个就行了 是query2 在这个地方改成query2 这个地方改成query2 好,这时候咱们再刷新一下看一下咱们的路由是不是正确 先测试一下路由 query2 好 好,路由是没什么问题的 路由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咱们在这个路由里面呢 咱们在这个成功的路由里面呢 咱们开始写东西啊 好,在这里面咱们去写写东西 第一个呢 咱们要写的什么东西啊 是咱们呢 刚才我也说了是指定的更改内容 更改为指定内容 指定的内容 好,看一下怎么来写的啊 咱们这里面呢 嗯,依旧是DB DB呢,还是Table Table呢 先加一个封号啊 这里面呢 咱们写表明 Dudent 咱们依旧是呢 写咱们的更新的一个函数 啊,写的更新函数 然后在这里面呢 咱们应该怎么来更新呢 比如说 啊,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呢 呃,咱们随便写一个啊 我想要更新年龄 叫A 我把年龄更新为多少呢 更新为30 好,注意 你在你在写的更新函数 是不是这个年龄全部全部变成30了 所以说呢 咱们一定要加条件啊 咱们一定要加条件 来看一下条件怎么来加 在这里面呢 咱们写一个where 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加条件的啊 然后在这里面呢 咱们要写它的一个 比如说第几个是吧 咱们来看一下咱们的数据库 现在数据库呢 ID是有35678 是吧 咱们呢 先更换第七个吧 第七个的年龄 好吧 然后呢 ID等于7 这时候呢 它会返回一个 呃 它会返回一个影响的行数啊 咱们呢 叫dollar number 好 咱们可以我打磨一下 记住 一定要 一定要写条件啊 你不写条件的话呢 是不是全部就更新了 这where条件呢 是必须要写的 然后呢 咱们到了number 咱们等于是看一下第七条的数据啊 再看一下第七条的数据呢 是不是26岁 咱们现在更新为多少岁 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代码 是不是更新为30岁 好 咱们刷新一下 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影响一行 然后呢 刷新一下数据库 来看一下 第七号 第七条数据 是不是就变成30岁了 对吧 第七条就变成30岁了 好 咱们呢 更新数据库呢 呃 更更新数据呢 这是一种方式啊 这是一种方式 好 我给你注释掉 好 咱们再接着往下看 还有一个呢 是自增和自减的 这个呢 也很好理解的 也很好理解的 我先把代码写完 写完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 咱们就可以看了啊 叫db 然后是table db 加个分号 然后呢 咱们这边里面呢 还依旧是咱们的student的表 直播车里面呢 咱们要写一个 这样的一个函数 叫做increment 写这样的一个函数啊 写这样的函数 在这个里面呢 呃 咱们写成age 是什么意思啊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的数据库 现在咱们的数据库的 咱们数据库里面呢 是不是年龄 记号啊 18 20 26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我一点击执行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效果 什么呢 它就所有的都会自增一岁 啊 所有的年龄呢 它都会自增一岁 好 来咱们看一下 我刷新一下 嗯 咱们代码的写圈啊 咱们代码写圈 然后呢 它也是影响的行数 咱们呢 把这个dollar number给它写上 咱们现在数据库里面 有多少的数据啊 大概有8条吧 我的ample 一个dollar number 应该是有8条 好 来 咱们刷新一下 看效果 啊 7条数据 对不对 好 咱们是不是对的 7条数据 相信都更改了 刚才是18 看看 看一下 18 20岁 对不对 然后咱们再刷新一下 它就会变成 19 21 是每一个ag的这一块呢 都会增加一岁 怎么样吧 好 这是咱们的自增 那么自减呢 好 把它只需要改一行点嘛 只需要改一行点嘛 咱们呢 直接复制下来 把这个呢 给注释掉 只需要把这个increment呢 改成decarment就行了 好 这是自减一岁 好 咱们又把它变回原来的啊 咱们看一下 是19岁 21岁 27岁 对不对 好 来 咱们刷新一下 咱们刷新一下啊 好 再刷新一下数据库 是不是就变成 18岁 20岁 26岁了 是吧 就会减一啊 就会减一 好 来 这是咱们的 这是咱们的自增和自减 那么 呃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 自增和自减 在条件的 又包含 哪些呢 对吧 我要包含条件 好 来 咱们看一下 当然 咱们是默认的是 1都对 咱们也可以什么呢 默认的 比如说我在这 在这个地方呢 我在这个A级后面呢 我再写一个3 是什么意思 咱们刚才写的 是不是自减一岁啊 就自减 自身减一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写个3呢 是 是 他就会减3岁啊 咱们来看一下 好 咱们是18岁 20岁 对不对 你看一下 他会不会变成15岁啊 第一个 看一下啊 好 刷新执行了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呢 再刷新 啊 他就会变成15岁了 是不是每一个都 每一个 每一条数据呢 都会减3的 对不对 每一个条 每一个条件都减3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看一个字典啊 咱们再看一个 好 把这个注释掉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自增和自减的时候呢 在条件呢 怎么来写 在条件呢 也就是说呢 呃 我刚才自增和自减的时候呢 全部是数据库里面的所有的A级呢 都都同时的经常改变 这时候呢 我不想让他们同时改变 怎么来办呢 来 咱们看一下啊 db 还是table 加分号 然后呢 还是咱们的student的表 后面呢 后面咱们还是把这个 呃 increment的吧 咱们还是 呃 先先先decrement的吧 还让他们减 还让他们减 每一个呃 咱们呢 还让年龄来减啊 年龄呢 减4岁 好吧 这次年龄减4岁 好 注意 咱们呢 不想让他所有的都减了 咱们呢 只让数据库的某一条数据 来进行减 怎么呢 加条件吧 对吧 加上一个条件 然后呢 把这个id 给他添上 好 这个id呢 咱们来看一下数据库 这id呢 是id 不能把id3呢 为15岁的 对不对 咱们呢 就就把它给他减 减一下啊 id等于几的 等于3呢 是吧 好 这时候呢 我再刷新 这单了 它是返回的 应该是一个影响的一个行数吧 好 好 wordumple一下 叫道路umple 这时候你再刷新 叫人们再刷新 这个印的呢 它就会变成1 对不对 影响了一行 好 影响了一行 一行之后呢 咱们再刷新数据库 看一下这个15 是不是变成12了 变成11了 对吧 咱们看 咱们代码 是不是 15减4 对吧 好 这是带条件的啊 这是带条件的 好 咱们呢 还有一种情况啊 还有一种情况 我给大家写一下 还有一种情况 是自增 和自检 和自检 比如说我在他的A级呢 增加的时候 A级减少的时候呢 年龄减少的同时呢 然后他内幕 我先给他改变 咱们来看一下啊 咱们看一下 咱们的数据库 那数据库呢 这是Bob1 对不对 Bob1 然后呢 他的年龄呢 是11岁 这时候呢 我想让他的11岁呢 减少 而且呢 减少或增加 然后呢 Bob的内幕呢 我先给他改变 这怎么来做呢 来看一下 看一下怎么来做 好 和上面的一样啊 把它拿过来 把它拿过来 咱们呢 只需要在下面呢 咱们再写一个什么呢 再写一个参数就行了 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呢 再写一个参数 叫内幕 等于 咱们是Bob1 对不对 咱们呢 就叫B吧 好吧 咱们叫B 好 咱们这时候呢 再刷新一下数据库 就这么多啊 就这么多 条件呢 也写好了 好 咱们呢 再刷新 看一下啊 3Bob11 对不对 刷新 1啊 好 来 再刷新一下数据库 是不是就内幕变成了B啊 年龄呢 11减4 又变成了7 好 这就是咱们使用 常用功劳器呢 对数据库进行修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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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